這一日香港真光中學一班同學上課的時候 竟然又玩積木又玩iPad 原來他們正在上夏志雄老師的反轉教室 反轉教室近年在歐美興起 重心以學生為本 教師改作引導角色 首先是內容給學生上課前備課 預習 通常都會拍片 不拍片都會給學生上課前做 預習完之後上課可以做另一件事 你可以活動教學可以做功課 可以小組討論可以做各樣東西都行 夏志雄已經用了反轉教室教學四年 這個年度學校裏面有兩班全年反轉 我之前做過分析 比較學生反轉之前和反轉後他們的進步 比沒有反轉的班級真的多些 無論工中低能力都是進步多些 所以成績上我肯定會有幫助 其實反轉教室的成效 早已在外界得到認可 新加坡和台灣等輪近亞洲地區 更由當地政府中央主導去推動 例如在台灣 就有一個透過教育基金會 成立的免費榜上平台 協助教育機構推行反轉教室 有校長就說 本港價發展情況相迎見絕 這一年半載裏面是比較頻密了 關於Free Classroom這部分 但是多數都是一些民間的 學校自己因應情況去自主去做這一類 這樣的學習的模式 如果說政府 暫時來說我看不到有個中央主導 教育局就說 鼓勵教師適當運用反轉教室教學法 亦都為他們舉辦培訓課程 而在過去兩個學年和今個學年頭三個月 優質教育基金一共批出九百九十萬 資助三十一個以反轉教室為主題的計劃 ONTV都網電視新聞題目